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很少见的一个风格 水墨画 它就是水自当先 也就是整个电影要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流淌的感觉 不完全是黑白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就在剧本上进行 首先进行改动 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气象战 这是一场关于战争的一个背景 就像赤壁一样 它是一个要借东风 对吧 所以这我们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要七天联姻雨 这个仗才能赢 然后人和人的较量 也在这个战争最后也要做一个了结 那如果设定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话 我们把故事就放在这七天当中 那就全都是雨 那这样就有了湿漉漉的感觉 有了一种流动的感觉 流淌的感觉 当然你还要在制作上 浮化 道 制景 方方面面 去追求那个水墨的感觉 它的黑白灰的层次 都把它制作出来 在现场看不到其他颜色 各别的红色 各别的雪和身上有一点点颜色 基本上你到我们的拍摄现场 你就会感觉就像 进了个水墨画的一个氛围 然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处理 所以其实整体上就是要下很大的功夫 去做这个事情 也有一点浪漫的处理 就比如说演员的服装 古装嘛 你就是这样 要不然就是绣花啊 或者是 因为它是帝王将相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这次就没有用传统的绣花 没有用传统的那种做法 就是把它彻底就印成一个水墨画 这也是很大胆的 我说咱不管了 咱不管历史是不是真实 那时候的纺织工业 是不是有能达到这个 我们把所有演员的衣服 除了盔甲之外 所有的衣服全部印成了水墨画 那印的时候你参考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准备了一些大的水缸 然后用那个把那个颜色泼到水上 然后用那种水的漂染法 得到了可能他们做了也许几万张 就是制作了这样的水漂染的画 那种大的那种图纹 然后拿过来让我挑选 我们选了可能二十种三十种 把这个东西直接印到演员的服装上 每一张都不一样 或者局部领口袖口袍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很下功夫 制作部门很下功夫 美术部门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他也是传了一个神吧 他当然他不是完全写实主义的 有一定的发挥 但是就传了这样一个神韵 个别的武侠题材 或者有一些丐帮 或者说是江湖的一些补衣少 大部分古装题材 都集中在宫斗系 宫廷系 全谋系 战争系 所以这种美学上的东西 或者说造型上的东西 实在是已经做满了 实在是没有空间了 我们也是给逼出来的 就是说非这 我们做个不一样的吧 那我觉得在之后又满了 可能就是又看下一位导演 再有什么新的想法吧 这个原先就是这样想的 这个故事其实简单来说是个全魔故事 当然也是一个人性的挣扎故事 这么复杂的一个沙士比亚式的一个戏剧 有点像舞台剧的这样的一种结构 当然你可以拍的很写实 我就是拍的非常非常 你仔细想拍的假装很写实 好像真的发生的一样 它的追求那种完全写实的风格 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拍水墨风 水墨就是个写意的呀 对吧 它不是公笔啊 对吧 它就是个写意的 水墨 我们大家一说水墨就是泼墨嘛 对不对 把墨泼过去 看它是山就是山 看它是石就是石 看它是树就是树 所以还有很多留白 所以水墨本身我认为是全世界最抽象的艺术 对吧 这是中国的传统 所以当你选择了水墨风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种造型就要变成浪漫主义的一种味道 一种写意的味道 那又跟非常实的这样的一种故事 写实性的这个故事结合 其实你就是要去找到这个点嘛 呃 我们也没有特别刻意的怎么做 就是说 就反正整体的氛围是一个写意的一个水墨风 但是在故事的结构上 人物的关系上 戏剧 因果 逻辑等等这些方面 还是很写实的 战争有一点写意 我自己发明的那个配伞 那样的武器 冷兵器 各种打法 有一点武侠的风格 那个有一点写意 不是完全写实的 呃 但基本上故事的人物的和心情的东西都比较写实 因为首先我对替身感兴趣嘛 呃 我对替身感兴趣 想了很多年 希望拍一个替身的故事 呃 把原来那个三国故事拿过来 改编了以后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他就需要一个演员演两个角色 其实你问所有的演员 一个演员演两个角色 或者演五个角色 七个角色 他都是很愿意的 所有演员都很愿意啊 因为这是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就是 我除了拍想拍替身的故事外 我就觉得 我其实想拍一个平民的故事 因为我不是说嘛 港台中3D古装题材每年太多了 但是你放眼一看 全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也就是说全部都是这个阶层的故事 很少有关于一个平民的故事 我就特别想拍这个平民故事 在贵族的游戏中 他的挣扎 他的逆转 他的蜕变 乃至最后 他的人性的撕裂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本身是个牺牲品 一个底层的牺牲品 那他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游戏中 他的人性的东西 其实 因为电影有时长 要我看这个故事啊 可以有三个小时去仔细讲那个人物 包括他的过去 他怎么训练的 他到今天他是怎么样怎么样 一步一步 魔鬼还是天使 权力腐蚀人性 对吧 权力腐蚀灵魂 那好权力如何 在他心目中是怎么回事 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这个故事当然扑术迷离 有很多埋了很多暗线 但实际上 这个人性的最后部分 是我最感兴趣的 没有光没有影 对吧 挺有意思的 我是觉得 这很像一个哲学的东西 但其实就是人心 我自己觉得 这个故事是讲人心的 我们当然没有给明确的答案 最后结尾是怎么样 但一般我跟观众对谈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说的太悬 就会说我们可能有两个结果 一正一反 一个结果就是说 这影最后就成了王了 他成了子鱼了 身份转换了 我是谁 我是子鱼 身份转换了 他成了一个最大的野心家 他甚至成了王 那还有一个呢 我说那我们就 另外一个方向想 他不干了 骑马走了 佛秀而去 拜拜 来我跟你们 我把东西一交代 对吧 大家说好 你不能追杀我 对吧 你给我一个安全机 我就走了 等等等等 这当然是两种 其实还是有更复杂的东西 也就是说 人性故事 是每个导演终生的话题 终生的故事核心 对吧 感情人性 天下故事一大抄 天下的电影 许多都有似曾相识之面 但是天下的情感 天下的人性 天下人性的复杂性 是挖掘不完的 所以这才会有了电影 有了导演这个职业 有了编剧这个职业 这就是让我们着迷的地方 让我们一直要拍 你看到了八九十岁的老导演 说还想拍一个故事 还想表达 说您表达啥呢 他其实还想 对人性做些发言 对吧 他还是这个 兴趣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我们的人 全世界七十亿人 我们人的 人类的寿命 大约几万年 你看我们对自己 永远有兴趣 我们为什么说人性 人性的故事 情感的故事 我们有兴趣 你还是对自己这个物种 你有永远的兴趣 和磨灭不掉的一种激情 要想表现它 这就是所有的艺术的来源 这就是所有的艺术的来源 感谢观看